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我现在有两个输入 两个输入框 那么这两个输入框 它最终又给我们能 怎么样提交给我们的服务器 好我们一样把它复制一下 Ctrl D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名字肯定要变成不一样的名字 要不然服务器没法去约定 对吧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说 它是一个年龄 年龄A级 好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重新的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好那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两个什么 两个输入框对不对 那暂时因为我们并没有标记 这两个输入框是做什么的 所以说用户肯定是 这个是对用户的交互是非常差的 当然我们先只做测试 第一个我们是ABC 第二个是名字对吧 那么年龄 第一个ABC中我们就还是填数字 1 2 3 然后年龄我们就比如填一个换一个 咱们填一个字母 比如说我们就填一个AA 好你看换一下我们看看 好点击提交 好那大家看 ABC等于的是1 2 3 然后下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对应什么值 中间是用什么 用一个语符号进行表示的 所以说对于这种提交形式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在于前端开发来说不存在 但是如果作为Web后端的开发来说 你就必须要明白 通过我们的Fone表单 它把我们的用户输入信息打包 包裹起来过后 它的一个什么格式形式 然后但是后来 后面我们就用一个专门的解析器 把里面的什么1 2 3 或者是年龄等等 把它解析出来就可以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input标签中的 这个name的属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input属性中 在我们的什么name属性过后 我们还有一个属性叫Web 这个Web实际上就是用户输入的内容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在做输入框的时候 有可能什么 不希望用户可能就没有输入 就他可能默认 就有个值 他一点提交就可以 对不对 那这样也可能会做到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默认ABC的值 就是ABC里的微有值 我们又让它等于什么 比如等于1 2 3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回退 然后我们重新的刷新 好 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1 2 3 是自动的会填到我们的输入框 那么对于微有这个值 我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在我们的很多表格框中 这个微有其实就是最终给提交给 什么我们服务器中的什么 那个值 也就是说相当于它的解释 而前面 Name是专门说明是这个什么 这个解释的一个名词 就相当于是一个建置对的感觉 建置对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 像这个页面中 像这个页面中 比如说你看 这地方是不是会显示有个建议 用手机号码注册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点 那它是不是又没有让我们开始进行输入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有提示 提示用户这个输入框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好 当然提示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在我们里面用这种什么 这一种好像是一种一点 就没有消失的一种欠套文字 还有一种是在前面 我们加上另外一个什么 直接的名词 对吧 那这个怎么做 我们下面来说 我们先看这个建议用手机号码注册 这几个字 咱们怎么加呢 那么这个也要利用到 我们input中的一个什么 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它这个属性是 我们的这个叫placeholder 这样一个 它是用于帮助用户提示输入之段的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还是一样 我们在age这个地方加上一个什么place 好 你只需要去敲pl 你看后面这些单词都已经补齐了 好 然后我们提示 你可以输中文 英文都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输成一个中文 中文的话 就说请输入你的年龄 好 那么你看我们剪辑保存过后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你看 好 刷新 好 你看它默认样式 是不是也是比我们正常输入的内容 要字体要淡一些 对不对 颜色要淡一些 然后一点 当然我这个地方点完之后 它没有消失 对吧 那么我们输入 你看它也会消失 那么这个怎么做到的 像网易中 我点完之后它要消失 这个是要有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做后面 我们要学的加尔斯Quip的 就是我的一些动作 我如何把我们的样式发生改变 当然这是我们后期的事情 所以说 现在我们要知道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 你看它是不是又恢复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placeholder 它默认就是你没有输入的时候 它一直提示你 当你点击有一个 哪怕这个框里只有一个微有字 对吧 有一个微有字 它不为空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消失掉 而微有字是指的是我们直接显示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这是我们input中相对比较重要的几个属性 一个是type 一个是微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placeholder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网易由相对注册中 前面还有一个专门的什么提示这个标签 对不对 那么这种标签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像网易之前我们看到的 用什么 dt和dd来做 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html中 也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标签叫做什么 label标签 我们搜索一下 叫做label标签 这个标签名字的E就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标记 标记的意思 就是它相当于贴了一个什么 给这件包裹贴了一个什么 掉牌 告诉这个输入框它是干什么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 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例子 也有个例子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目的是什么 好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们就换一个 换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叫名字 这个名字和名字都可以叫一起 当然如果说你怕区分不了 你可以把你的自己定义名字 用第一个大写字母来表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年龄 对吧 好 那么名字和年龄 我们可能就直接输一个什么名字 对吧 名字 好 然后冒号 然后但是我要想输成两行怎么办呢 大家不要忘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一个标签 叫什么 是不是BR标签 对不对 我们可以换行 换一行 然后是不是进入到什么 下一个行 对不对 下一行输入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要名字 我们叫年龄 对不对 年龄 冒号 好 这个时候年龄冒号 这个地方后面是不是就是我们输入 我们年龄的一个值 对不对 然后再下面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进行什么 提交 那么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什么 BR对吧 BR 好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你看 其实样子有点像了 对不对 有些同学说可能样子不太很好看 样子都有留到我们后面学CSS的时候 再来进行解决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这种名字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样子 是不是也很像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这种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用户并不知道这个输入框 比如说我们在调试的时候输入框反了 比如第一个输入框 明明这个地方明明是名字 对不对 但是我不小心把这个输入框的这一项写到了下面这一项 然后用户结果输入的年龄 结果是被什么 被名字这个地方给影响到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用户还有一种习惯是点击什么名字 这个光标自动跳到这来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怎么做到呢 那这个来我们看一下这个html手册中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中 有label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属性 你看是什么属性叫for for属性是什么 是绑定的意思 绑定就是我这个标签的目的是绑定一个什么 绑定一个元素 就一般的绑定是input元素 就是我相当于点击一下什么 我的这个邮件地址 然后它的光标就会自动跳到这来 它会做到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做法 这个地方的for的属性后面 一般要跟一个什么id值 那什么叫id值呢 id我们顾名思义 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身份信息 就像身份证一样 那么我们的html页面中的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标签 我们都可以认为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身份 对吧 或者认为是一种什么元素 那既然是元素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什么 唯一的 因为它在整个页面中 它就只会显示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它一定是唯一的 既然是唯一的 我们就可以给它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非常重要属性 叫什么id 就每个标记 元素标签中 其实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id属性 只是说这个id属性 你可以不写 它默认会有一个值 但是那个值 因为是随机产生的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标记出来 那么系统就会用你的这个值来给他 给这个人什么 定义身份 就相当于你在大街上 你看到一个人 那你这个人你虽然不认识 但是他是不是存在的 他有没有身份 他一定有身份 只是你不知道 对不对 但你要想找到他 我是不是必须要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才能找到他 对不对 那如果说现在我给这个人 直接定义一个身份信息 然后让他怎么 把这名字举在一个牌子上 显示出来 你是不是一看到他 就知道是谁 对不对 好一样的道理 那也说在这个部分中 我们希望名字 跟这个标签绑定起来 怎么说明这个名字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意义 也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们把名字冒号 在这个地方用一个什么 用那个一个标签 给它包裹起来 那么怎么n呢 comment alt加t 对吧 好 n个t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敲的是什么 label 好 label 好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名字跟什么 名字的这个语意 语意说明 所谓一种什么标签 这标签它贴哪呢 对不对 贴哪 好 一个属性什么 for属性 贴的哪 贴的属性后面 大家看这个地方 必须跟的是一个ID名称 ID名称 那么ID名称在哪呢 就任何标签中 我们都可以在什么 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比如在这儿贴也行 ID 好 等于 等于什么ID呢 比如说我 比如在这个名字 你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我就叫 my name my name也行 好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 我只需要写成什么 my name 好 你看这个for和这个名字 是不是就相当于匹配起来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看这个现象 看看这个现象 好 刷新 好 你会发现其实样子 没什么变化 对不对 但是你看 鼠标我点击名字的时候 你看这个框 是不是自动被选中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标签和这个东西 是什么 绑定起来 所以用户可以点这个地方输入 也可以点什么名字这 是吧 就相当于选中了什么 这种一个什么元素 选中了一个元素 所以for属性在label中 其实主要的label属性 就是为了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标签 就相当我直接和它进行一个绑定关系 是 分 是 cognitive 刷新